淮南恒山王列传 二 结果不慎误伤太子 太子大怒 雷贝应之大空 此时凡有欲从军者 即直接往京师投校 雷贝就表示 愿从军奋机匈奴 太子刘谦屡次 在淮南王面前 说雷贝的坏话 王于是命郎征令 赤免雷贝的官 使后来者不敢校游 雷贝遂逃至长安 上书自明 皇上乃命廷尉 及河南郡 共同审理此事 河南郡派人去逮捕淮南太子 淮南王和王后打算不交出太子 虽欲发兵谋反 但既一十余日 仍犹豫不敢决定 恰好天子又有诏书 命就在淮南审训 不必逮赴河南郡 当此时 淮南相为了寿春城 顺从淮南王的意思 不发送太子 而极为震怒 乃尚书谈何寿春城 淮南王为寿春城说情 而淮南相不听 王乃使人尚书 告淮南相的状 朝廷将此事交廷尉调查 调查的结果 将王也牵连在内 王于是派人入京 设法从汉公卿大臣之间 打听消息 打听得公卿皆主张 逮捕王而治其罪 淮南王大孔欲发兵 太子刘谦禁忌说 父王 汉使若来逮捕父王 父王可以令人预先穿上 卫士之衣 持己居庭院中 站在父王之身旁 一旦有动静 便可出其不意地 起而刺杀汉士 儿臣也可同时派人 刺杀淮南征卫 然后举兵 也还来得及 此时皇上不准公卿之请 而请汉中尉英宏 去淮南郡审讯 淮南王听说汉使者来 就按照太子之计进行 英宏中尉既致 淮南王见他颜色平和 而且只不过是问一问 关于赤敏雷背之事 心想大概没有什么事 便不曾发动 殷红环朝将审讯情形奏明 宫卿认为雷背等 应召入武奋机匈奴 而淮南王百般阻挠 罪当弃士 天子不许 公卿再请废淮南王的王位 天子仍不许 请削淮南五县 天子准许削其二县 于是朝廷派征卫英宏 前往赦免淮南王的罪 只罚以削帝 殷红入淮南界 即宣言赦免淮南王的罪 淮南王起先 听说汉公卿建议加自己 以弃士之罪 并不知结果只是削帝 文汉潜使者来 怕他逮捕自己 来与太子记忆照以前决定的方法 刺杀使者 待英宏到来 就向他道贺 他因此没有发动 后来暗自伤道 我行仁义而被削帝 甚以为耻 但他被削帝之后 不但不知改过 反而更加积极地谋反 诸使者从长安来 乱造妖言 常说皇帝没有子嗣 汉事不至 就为之高兴 假使说汉庭平治 皇帝有子嗣 就生气 认为是胡说 没有的事 淮南王日夜于武备 左吴等根据地图 部署进兵的路线 王说 皇上没有太子 唐使驾崩 朝廷扶正之臣 一定争交灯王为帝 不然就是长山王 那时诸侯将旗儿并争 寡人能不事先准备吗 而且我乃是高祖之孙 身行仁义 陛下待我优好 我可以忍一下这口气 倘若陛下驾崩之后 我怎能北面 向数子称臣呢 一日王坐东宫 召武备来祭祀 喊道 啊 武将军 来来来 将军走上前来 武备见王以天子之官 称自己 怅然道 皇上宽赦大王 大王怎可扔说 这等王国之语呢 臣问吴子虚见吴王 吴王不用其言 子虚曾说过 臣即将眼看着 孤苏之台 移为平地 而迷路将犹豫其争了 如今 臣臣已将眼见 国破人亡 功征生满荆棘 露水沾石衣精了 王大怒 把武备的父母囚禁起来 前后三个月 然后又招他来问道 将军 你可答应寡人吗 武备回答说 不 大王 臣只是来为大王筹划而已 臣问 聪者能听到 无声之声 明者能在事情发生之前 便已看到后来的结果 故圣人有所举动 永远是安全无师的 新闻王 一动而攻险于千世 为三王之一 此所谓 顺应天心 而动作者 故海内不弃而随 自然响应 这是今日 可以见到的 千年以前之事 致如巨经百年之秦 竟是之无处 也可以说明国家存亡之理 臣不敢为逃避诸禄 而不孝子叙之见 希望大王不要像吴王一样的 把臣之言不当一回事 西秦朝废绝圣人之道 杀如生 烧师书 弃礼义 城上炸礼 任用刑法 把海滨的粮食 转运到西河 当此之时 男子虽努力耕作 却连糟糠也吃不饱 女子终日仿煞 也无法避体 浅蒙田驻长城 东西数千里 几十万军队 经常行军在外 死者不可胜数 僵尸满野 流血千里 百姓实在受不了了 想要作乱者 十家之争 便有五家 有时徐福入海 求神仙不死之要 回来之后 又骗秦始皇说 臣见到了海中大神 问臣 你是西皇的使者吗 臣回答说 是的 问臣 你来求何物啊 臣告以 希望求延年益寿之要 神说 你们秦王带来的礼物太少 延年益寿之要 只能给你看一看 不能让你带走啊 就带了臣 东南至彭来山 见灵之长城的宫阙下 有位使者 铜色而龙行 其身上的光彩 上赵于天 于是 臣再拜请 问道 要献何等礼物 才合适呢 海神说 用梁家 同男同女 以及各种 职工 就可以了 秦皇帝大月 遣同男女 三千人 带了五骨之整 及各整 职工而行 徐福 密得一片 平原大泽 遂留止于此 自为王 而不复回来 于是百姓悲痛 思念子女 有意造反者 十家之争 便有了六家 若是魏陀 渡过五岭 攻打百岳 魏陀知道 中国已疲蔽至极 遂留在南岳称王 不再回来 而使人尚书 要求派未嫁的女子 三万人来 替氏族缝补衣服 秦皇帝 批准了 一万五千人 于是百姓 离心瓦解 有意围乱者 打十分之七 有人对高皇帝说 时机到了 高皇帝说 等一个时期再说 当有圣人 起于东南 结果不到一年 陈胜吴广 就起义了 高皇帝 再丰佩起兵 一兵一举 天下不期而响应者 不可胜数啊 这便是所谓 乘机而起 因秦之王而发动 百姓盼望 若大汉之望云泥 所以才能起于杭镇之争 而立为天子 功业是比三王还高啊 德则流传至于无情啊 今天大王 只见到高皇帝 得天下甚为荣义 就没有见到 尽是无处的情形吗 吴王 汉赐号为 刘氏祭酒 又特准许不必入朝 王有东阳 张 吴 豫章四郡之政 地方数千里 采山之铜 以筑钱 驻东方海水 以为盐 发江陵之墓 以为传 遗传的容量 抵得上中国的数十辆车 国父而名众呢 用诸玉金箔 贿赂诸侯宗室大臣 只有外戚斗士 不肯与之勾结 一切都准备成熟 然后举兵西巷 竟大败于梁 而后又大败于胡傅 只得往灯逃奔 逃到丹土 为阅人所勤 身死人手 断肆绝肆 为天下人 所耻笑啊 以无处之政 而不能成功 道理何在呢 实在是因为 唯逆天道 而不是实物的缘故啊 放尽大王的兵政 不及无处十分之一 而天下之安宁 却超过秦时的万倍 还希望大王 听臣的记忆 若不听 即见大王 势必不成 而消息 却先会走路 陈文威子经过故国而心碑 于是做麦秀之歌 是他痛惜咒 不能听王子笔肝的话 所以孟子说 咒贵为天子 死得情形 却还赶不上个匹夫 可知是咒王 先自决于天下之人 而不是他死的那天 而天下之人 才背弃他吧 如今大王 弃千圣之君 将来一定 蒙朝廷赐死 在群臣之先 而死于洞贡 臣 私心甚为此事 悲哀呀 说吧 弃至欲结 泪流满面 淮南王听罢 急起身 从石阶上 一急一急地走下去 淮南王有数子 名叫刘不亥 年长 却得不到王的诚信 王后不以为子 太子不以为兄 刘不亥 刘不亥 有子 名刘贱 高才而父气 经常怨恨太子 不把自己的父亲 视为兄弟 有怨恨当时的诸侯 都能分封子弟为侯 而淮南王只有二子 其一为太子 自己的父亲 独不得为侯 因此 暗争与各方面结交 打算告发太子 使其应罪失去太子之位 而以己父代之 太子知道了此一情形 因之屡次把刘建 关起来 加以毒打 刘建 对于太子以前计划 某次汉中卫英红之事 完全清楚 所以就跟自己私交 很好的寿春装旨 在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 说 毒药苦于口 而利于病 睁言逆于耳 而利于行 尽淮南王王孙留建 才能高 而淮南王王后图 和图之子 太子刘谦 常寄害刘建 刘建父刘不害无罪 而屡次善家逮捕 想要加害 刘建可以证明此事 他对淮南王的许多因事 都知道 五弟得书 命廷尉处理此事 廷尉交给河南郡去审礼 此时顾辟阳侯之孙 沈青 与丞相公孙红相善 愿当年淮南利王 杀死自己的祖父 于是在公孙红面前 加以窜夺 公孙红因此怀疑 淮南王有反叛的计谋 便对此案身家穷制 河南郡审讯刘建 刘建的供词 牵涉到淮南太子 及其党羽 淮南王甚以为患 寓意发动叛乱 乃问五辈 以汉庭之治乱 五辈对以天下之平治 王心中不悦 对五辈说 哼 更何以说天下平治呢 五辈说 辈官朝廷之政 群臣之义 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 长幼之婿 皆得其礼 皇上的举措 完全遵从古之道 风俗刚迹 没有缺失 富商聚谷 转运货物 周流天下 无远不戒 故交易之道大行 南越兵符 枪薄入贡 东欧来贡 拓广长鱼 开拓朔方 匈奴大受挫折 得不到援助 不复能振作起来 所以目前的情形 尽管集不上 古代太平之事 但还算得上 是平治的 淮南王闻之大怒 五辈连忙谢死罪 王又问他说 哼 山东假使发生变乱 汉庭必然使大将军 为亲率兵 而至山东 更以为大将军 是怎样一个人呢 五辈连忙 呃 辈有个好友 黄毅 从大将军 击匈奴 回来后 告诉我说 大将军 对师大夫有礼 对士族有恩 所以大家都乐于 为他效力 他骑马上山下山 奔驰若飞 才干绝人 雷贝以为他有如此才能 又屡次统兵 习之军事 是很不容易的 又有业者 曹良出使长安返来 说大将军 号令严明 对敌勇敢 长身先士族 入安 扎营休息 绝井取水 等士族引进之后 自己才敢饮水 战争结束后 士族全部渡河之后 自己才渡河 皇上赏赐的金箔 全部拿来转赐军力 像大将军这样的人 即使是古代的名将 也没有人 比他更了不起的了 王听吧 半天没有说一句话 淮南王 见刘剑已被招去审讯 怕自己的阴谋 被发掘 想要发动叛变 但五倍仍以为 不宜重宫 淮南王 因之又问五倍 更以为西年 无知举兵是对呢 还是不对呢 五倍说 大王 被以为是不对的 吴王富贵已急 由于错误的举兵 结果身死单途 投足异处 子孙无遗类 陈文 吴王失败后 极为后悔 希望大王身思熟虑 不要做那种 吴王后悔的事 淮南王说 大丈夫既然说要造反 吴王就得为这句话 吴王就得为这句话而死 也心甘情愿 那吴王哪里等的造反之道 他不堵塞 城高口 以致一天里 便让四十位汉将 通过城高而来 老夫只要令楼环 先堵住城高之口 周备带了影川之兵 堵住圆环 一确之道 陈定率领南阳之兵 守住五官 如此一来 河南太守所能控制的 只剩下了洛阳而已 那还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 但北边尚有林警官 河东上挡等地靠近河内 赵国的几条溪谷可以通行 不过大家都说 断绝冲高之口 天下便不能通行 寡人只要具有桑川之险 联络山东之兵 又如此安排 功意为如何啊 武备说 这个 臣但见其祸 未见其福啊 淮南王说 啊 作无赵贤 诸交如此 皆以为有福 十九可成功 功 却以为有祸 无福 是何道理呢 武备说 武备说 大王尽兴之臣 平素能号召群政的 前词都已囚禁在 朝狱之中 其余没有可用之臣了 华南王说 尘尘无广 无力追之地 聚集了不过千把人 起于大则之中 奋毙大呼 就可以得到天下人的响应 大兵向西 到了西地 士族就聚集了一百二十万人 如今我国虽然不大 但肩甲锐兵便有十余万 军队不只是敌术之政 武器不只是镰刀鑿子伐木为杖 更何说是有祸无福呢 武备说 大王 从前秦朝无道残害天下 动员万圣之车来修筑阿房宫 取百姓收入的三分之二已为赋税 凡居在里门之所西术派去戍边 腹不能保其子 胸不能保其地 正令科报刑法严峻 乃使得天下之人嗷嗷哀呼 如在火热之中 人人都伸长了脖子盼望 侧着耳朵倾听 仰天而悲好 复心而怨上 故乘胜一号招 而天下为之响应 当今陛下 君临天下 统一海内 犯爱百姓 不得失惠 即使闭口不言 而声音比雷霆还大 即使不乏号令 而教化之速 可比神明 心中只要有个念头 其声微即使震动万里之外 下之应上 如腾应之随行 响之应声一般的 而大将的才能 又比张寒 阳行强得多 大王用陈胜吴光时候的情形 来做比喻 被以为是错的吧 淮南王说 那 假如照公的说法 连侥幸的机会 也没有了 五倍说 被 倒是有个余悸在此 王问 哦 爱情快快说来 该如何去做啊 五倍道 大王 当今诸侯无有一心 百姓无有怨气 朔方之郡 田地广大 水草肥美 从别处迁去的人 树木不多 不足以充满其地 以尘的余悸 是假造一通 宠相和御史的奏请之书 建一请求 在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义士 和除以耐罪以上的行徒冲鞭 下诏赦免犯人的罪行 只要有五十万以上家产的 都强迫其家属 迁到朔方之去 并且多派假兵 到处去催促他们 赶快集合起来 启程 在假造 左右司空 都司空 上林中都官的诏语书 逮捕诸侯的太子 及用士之臣 如此则百姓怨恨 诸侯恐惧 然后使便士 接着去游说他们 或者可以侥幸 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吧 王说 哦 这个方法可用 不过 用不着如此麻烦吧 于是淮南王乃令官奴入宫 造皇帝应喜 乘向御使大将军军力 争两千代都官令成的印章 即近旁诸郡的太守都为印章 还有汉史节的法官 打算照武备之计去实行 右派人假装犯罪而吸入京师 以侍奉大将军与丞相 一旦淮南发兵 所派的人就刺杀大将军魏清 而游说丞相公孙红 使之乖乖的听话 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